端午节各地举办华龙洲大赛 而在美国华府也持续这项传统 华府华龙洲赛今年迈入第17届 已成为当地进入夏天的重要水上活动之一 进行不少当地民众组队参加 美国华府的一个重要的年度的活动 所以这也是我们驻美代表处 跟我们的社区跟我们的之间的侨团 大家协力 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高授台表示 华府龙洲赛已经成为美台民间交流 与华府重要的年度活动 让两国人民能在文化体育艺术等领域加强合作 巴拉圭驻美国大使罗哈斯及马绍尔群岛 驻美大使扎基欧斯等政要都特别到场参与盛会 对于中国大陆近期积极抢夺台湾友邦 外界担忧巴拉圭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卢哈斯强调巴拉圭与台湾友谊长达60年 未来也会继续与台维持帮提议 卢哈斯赞扬台拔邦尼的丰硕成果 对于台湾提供技术及人力发展的援助 这两国的里程碑 也感谢台湾政府对巴拉圭常年提供各项援助